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上海和新加坡同时举办了他们旗下三大万表品牌的新品表款发布 我们就把这三大品牌刚刚发布了哪些新表跟大家来一起汇总一下 那咱们先从贵的看起 在他们家除了宝格丽自然就是宇博的手表比较贵 而这次宇博几乎把bigband系列所有的表款都做了一遍更新 比如说他们的mp11之前那个组母率非常的漂亮 而这次呢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颜色叫荧光黄 很多人会问就是说这个表壳到底是玻璃的还是塑料的还是什么 其实它官方的说法呢叫蓝宝石氧化铝及稀土矿物材质 所以说呢这枚万表呢它的这个材质还是蛮有特色的 那这种材质呢其实跟玻璃相比呢好处在于什么呢 第一呢具备超强的耐磨性 同时呢又比蓝宝石材质呢更加耀眼一些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没有那么脆啊 它所搭载的机芯呢是来自于宇博自产的6035自上链机芯 动储72小时 这枚万表最大的设计特点是在镂空的盘面上可以看到 在12点钟位置就是它自上链机芯的这个微型百驼 也叫珍珠驼 而在下面6点钟位置呢是一个尺寸一样的一个对应的驼飞轮 它的尺寸啊44毫米的表径再加14毫米的厚度 小腕子啊可能这个不太好戴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价格也比较贵 因为这个全球限量只有50枚 所以它的定价是1546000块钱人民币 那么这次宇博推出的新表 第二个过百万的系列呢就是它的这个彩虹系列啊 我们俗称彩虹博啊不是彩虹笛啊 这次新的彩虹博呢一共推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呢是表径42毫米的即时表款 用的是UNICO的机芯 关价1237000块钱 而另外一枚呢是三帧加日历的版本 叫Time Only啊 用的是40毫米的表径 关价是116万块钱 两枚万表呢差了大概不到10万块钱 我觉得这几万块钱差价呢 主要体现在这个机芯的区别上啊 毕竟这两枚万表在彩钻的处理方式上 都用的一个方式 那就是铺满 所以呢戴在手上是非常闪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从佩戴的舒适度角度而言 三帧版的舒适度肯定是更好的 40毫米的表径也更加适合小腕子 但是呢42毫米配UNICO机芯的版本呢 肯定机芯是更好一些啊 因为前面那个三帧版的机芯呢 相对还是比较入门一些啊 这个该怎么去衡量呢 我觉得这不是困扰我的问题啊 因为我买不起这么贵的表啊 我相信屏幕前一定有被困扰到的朋友 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你们会选哪一枚差不多的价格 把你的选择打在屏幕上告诉我 而接下来这枚新款的UNICO呢 价位下来很多啊 我倒觉得呢你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的腕表 这枚还是很独特的 它实际上是宇博的第三代的 Big Bang Unico的这个Soria系列表款 这个表款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这个Soria是一个组织啊 它是一个环保组织啊 主要是保护犀牛的 从2019年开始呢 宇博呢就跟这个环保组织建立了一个合作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枚呢是第三代啊 也是100枚的限量表款 而且呢跟前两代一样 就是它会把一定的销售额呢 捐献给这个犀牛保护组织 它在9点钟的位置的这个小秒针的盘面上 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红色的犀牛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系列的腕表呢 它的配色都是很鲜艳的 就是这种自然风格的配色 这次呢采用的是有黑色 橘色和紫色三个主要的配色 在表带还有你在这个 表盘的时标刻度上都能看到啊 关架其实也还好 17万7千100块钱 并不是说啊 像有一些版本一样特别离谱 我倒觉得这是在Unico合理的范围之内 而且关键是100枚 其实还是比较难买的 需要在精品店有一定的消费记录 可能才能买到这枚万表 最后呢再来跟大家简单看一下 宇博的入门表款 就是它的经典融合系列万表呢 这次也是做了一个换新 主要的区别呢 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表壳呢 变得稍微更加简洁一些 然后呢盘面呢 全部采用了黑色的这种 有点类似于钢琴烤漆的盘面效果 其实这样一个简约风格呢 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这次就是经典融合系列呢 用三种材质的表壳和三个尺寸 把这个系列的腕表呢 重新整理了一下啊 基本上就是33毫米 基本上面向女性用户 而38毫米呢 比较中性一点啊 小腕子肯定能带 而42毫米呢 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三针表管的话 也不小啊 腕为18以上的用户呢 可以去选择 而三个不同的材质呢 钛合金版本呢 价位呢 基本上在从这个4万块到6万块之间 而黑色的魔力黑 我觉得这次比较推荐的 因为它采用的是黑色陶瓷的材质 而价位呢 实际上也是从5万到7万多块钱之间 我觉得作为陶瓷表格的表款而言呢 这个价位还是合理的 黄金款呢就比较贵了 从13万到17万多之间 这可能就需要 真的非常喜爱黄金的语波珍爱粉 才能去考虑的 这是我给大家 今年语波新款万表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LV集团里边啊 定位相对居中 而且呢又比较有自己特色的珍丽石 也是我一个比较喜爱的万表品牌 这次呢 他们首先最贵的表款呢 也没有到20万啊 我先告诉你一下价格 19万9千500块钱 这个位置卡得特别准 然后呢 它其实是这个 Defy Extreme系列的这个 第二个表款 上一个呢 是去年推出的Desert沙漠系列 而这次呢 是冰川系列 它在这个 就是表圈下面的这个部分 就你会发现它的颜色不一样 有点像冰川色 包括那个计时按键两边的这个保护圈 它也用的是不同的材质 这个用的是什么材质呢 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的晶体宝石 然后珍丽石把这个东西叫做玉髓 我压根没想明白玉髓是什么 因为我不懂珠宝啊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还是真的有点那种冰川自然风光的感觉 而且随包装呢不仅有这个白色的橡胶表带 还有一个黑色魔术贴的表带 这面腕表的风格特点就是说 不管是白色表带黑色表带都能配啊 这也是其实蛮有特色的地方 其实这两年很多人看真历史呢 都会去看看那个Skyline系列腕表 确实是做的非常有特色啊 钢款运动腕表 也有自己的风格 那个小秒针赚的特别快啊 而这次呢 他们在这个Skyline上推出了一个这个专柜特别版 就是只能在精品直音店上去买的 这个版本呢 我觉得最大特色什么 就是多了很多玫瑰金的元素 比如说你看它盘面的每一个这个小猩猩下面啊 玫瑰金度了一下颜色 指针 石标也都用玫瑰金度了一下颜色 所有这些玫瑰金度颜色之后呢 会让它的价格呢 稍微贵了几千块钱啊 所以这么一万表呢 现在的售价呢是六万八千六百块钱啊 比普通版的稍微贵了一点 其实这个灰色的盘面配玫瑰金色 是很有复古感的这种效果的 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个Skyline系列的万表的话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蓝色的盘面 一个就是这个特别版的盘面 这两个盘面颜色还是不错的啊 感兴趣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而前两年真理是非常流行的 那个Define系列万表呢 其实最近已经停产了 我之前节目中做过一枚 因为我们非常喜爱的橙色的那个Define万表 停产了 然后他们现在把Define系列呢 放到哪里呢 放到了Skyline系列里面 叫Skeleton系列的 镂空万表 现在变成了小三针板 然后呢 做了镂空的盘面 这个镂空盘现在呢 变成真理是复古的四芒星的一个延展的造型 还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这个新款刚刚发布的Skeleton 它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八万四千块钱人民币 我个人觉得五万块钱左右 买个真理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七八万块钱买个真理是 还会让人觉得有些犹豫的事情 另外呢 真理是这次还把Skyline呢 就又扩充了一个系列 就是这个精巧款型 这个系列呢 就是尺寸比较小 36毫米 基本面向女性用户 它的盘面颜色呢 会比较跳一点 比方说像翠绿色 还有粉色 还有蓝色 同时呢 提供表圈相赚的服务啊 有相赚的表圈和不相赚的表圈 机芯呢 跟给男士的那个Skyline不一样啊 那个秒针赚得很快的 这里没有 因为这个长秒针赚得很快的话 这个秒针要飞出去的啊 所以它这次用的是那个670基础的资上链 三针加日力的版本啊 正常走的那种秒针啊 价格呢 没有赚的是六万四千七百块钱 表圈相赚的版本呢 是九万一千七百块钱 那么接下来 我们最后看看 泰格豪雅在今年的新款发布的时候 都发布了哪些新表款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 让人非常眼前一亮的就是蒙子 这次呢 他们回归了 而且一个新的方式回归 就是第一 超轻耐用的碳纤维表壳 出现在了泰格豪雅的蒙子系列中啊 这个42毫米的表壳呢 因为它的形状 其实相对而言 就是比较复古风格一点啊 与此同时呢 就是说它的机芯换了 这次呢 给它换上的是 豪雅02的非反机芯 即使加了非反的功能啊 还是非常酷的 而这些按键啊什么的 都用的是黑色的 DLC涂层的不锈钢打造的 可能这两年开始玩表的新表友 还不知道这个 泰格豪雅的蒙子系列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系列呢 最早是诞生于1976年 其实杰格豪雅呢 当年在F1围场里边影响力很大 而那个尼基劳达其实是泰格豪雅的好朋友 在1975年 这个尼基劳达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而杰格豪雅老爷子为了庆祝尼基劳达的这个成绩呢 就在1976年推出了初代的这个Monza的表款 这次Monza系列的回归呢 第一款用的非反 当然价格会贵一点 十万两千五百块钱 包括碳纤维表壳 我相信将来它会推出一些 比方刚款呀 普通版呀 或者一些特别的版本的时候呢 价位也会回归到我们泰格豪雅粉丝们比较喜爱的水平 而第二枚重磅新表呢 就是卡雷拉系列的这个熊猫盘的600枚的限量表款 39毫米表径 配的是02基辛 整个盘面的复古效果呢 完全参考了当年的2447SN 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枚表款 我之前在泰格豪雅那个鼠年限量版的最后彩蛋环节 曾经给大家展示过这枚万表 而实际上呢 这枚万表自从发布上市之后呢 它的新表我也在第一时间在店里去买了 就在上海的这个前摊太古里的门店 店长非常客气啊 给我精心准备了很多饮料和小食 这个服务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特别开心的是也成为国内首批拿到这枚万表的用户 当然遗憾的是因为赶上过年对吧 所以呢 这枚万表完了 我就先自己好好把玩一下 等到过完年之后 我们再慢慢的拍它的开箱节目呀 其他节目等等 而这次呢 净钱系列呢 也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 就是在他们去年三月份发布的这个太阳能的净钱 这个professional 200的基础上呢 今年又增加了一个钛合金的表款 相比钢款而言 钛合金的好处就是确实更轻盈 很多人会说这个太阳能到底好不好用啊 其实它的动能还可以啊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就是说 太阳光照两分钟 它基本上一天的这个走势没有问题 然后呢 照20个小时啊 能把电充满 那第三呢 没有光的时候呢它可以运行六个月左右 即便停表了 只要拿出来太阳光照个十秒钟 它也能继续走 这就是这么一万表的 基本上就是光动能的一个水平表现啊 当然光动能这个词呢 太阳好眼是不能用的啊 那应该是吸铁城他们家的专利啊 40毫米表镜男女皆宜200米的防水 非常实用 至于说能不能接受这个实应机星啊 就看你自己了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跟大家公布一下上周比较中草的新款万表啊 这来自于博来士 BR03系列呢 出了三枚啊 非常卡通的表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42毫米的亚光的黑色陶瓷表壳 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盘面 因为这三枚万表的盘面都太有意思了啊 既很卡通又很有自己的特色 那么第一枚呢 叫Club22 它呢 这个万表呢 就是说 呃 有圆圈 有箭头 有这个变形的秒针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而且呢 它搭载的是这个SW300改进的机星 限量200枚 关架4400美金 而第二枚呢 限定数量会更少一些 因为它配了一个双色的陶瓷表圈 所以会贵一点啊 但是它的整个的盘面的风格呢 跟第一枚也有不一样 而表圈的三分之一的部分是红色 三分之二是黑色 限量100枚 标价呢 是5600美金 第三枚呢 就是Chrono22 这枚万表呢 就比较有意思 它带即时功能 啊 然后呢 盘面看起来更加复杂一点 然后限量也是100枚 标价是6700美金 啊 这三枚万表呢 都是配的黑色的橡胶表带 啊 很适合这种喜爱艺术啊 或者喜爱设计啊 啊 这些朋友们 如果你是这种艺术风格的爱好者的话 这三枚万表应该打包拿下 OK 以上就是本期新表宿地的全部内容啊 在大年除夕夜 我还得再次强调一下啊 祝所有我们这车子们和这表之们 还有我就是老任的粉丝们对吧 新年快乐 新年都能开上新爱的车 带上新爱的万表 然后跟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看节目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我们来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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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world with both the children you may hear